嘿大家好,我是余默,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余默讲新闻 昨天我在我的视频里把全程冬奥会的赛程时间表都给贴上去了 然后我在昨天那期视频里我还在讲到 我说我只喜欢几个比赛 一个是短刀速滑,一个是花样滑冰,再一个就是冰湖 但是刚说完短刀速滑这个比赛我喜欢 结果就错过这么精彩的一场比赛 昨天在2月5号的短刀速滑混合接力赛 中国队获得了冠军,这是中国冬奥会的一个手金 我为什么喜欢短刀速滑呢 因为比赛紧张刺激,在一个里面意外的发生率特别高 不一定哪个国家队就犯规了 主要是刺激 我来我说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我们去看一下这一轮比赛是怎么回事 在四分之一决赛呢,在中国派出了这个阵容是 范可欣,曲春雨,任紫薇,吴大静 宇摩只认识吴大静 在出发和接棒等环节都非常顺利 要以小组第一成绩顺利的晋级了半决赛 由于是第一组的小组第一 中国队创造了该项目的首个奥运记录 然后由刘氏兄弟坐镇的宣亚历队 宣亚历队有两个滑,怎么讲呢 是这个混血啊 然后这两个人呢会说这个中国话 他爸爸是天津人吧 然后妈妈好像是匈牙利人 他俩是代表这个匈牙利队 我想你们就经常关注中国的这个体育新闻 大家一定知道他俩 东北话说的特别溜啊 然后他和这个奥运冠军 舒尔廷领衔的这个荷兰队 也表现出众 荷兰队呢也随即呢 打破了刚刚由中国队创造的这个记录 然后在半决赛中呢 荷兰队在第三棒舒尔廷出场时意外摔倒 最终呢只进入了这个B组的决赛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看短刀塑滑的比赛 因为他太那个意外性太多了 而在另一组半决赛中呢 中国队和劲敌这个匈牙利以及ROC ROC就是俄罗斯代表队啊 因为这个因为他们这个新闻季季赛嘛 他们只能以这个奥委会的形式参加比赛 还有美国队呢通场经济 美国队其实也很强的 派出了 呃 中国队呢派出小将张雨婷替代了放克新 然后在第三棒交接时呢 中国队路线被俄罗斯代表队呢阻挡 暂时落到了第三位啊 最终呢以这个第三位这个收尾 但但这个美国和俄罗斯队呢 被裁判判了这个犯规 最终呢中国队得以禁忌 你看这个意外又出来了 没想到美国和这个前两位 美国和俄罗斯 呃一下就是犯规了 最终中国是以第一的身份就进入到这个决赛了啊 然后万租呃这个 然后决赛呢在当地时间是在北京时间啊 晚上9点25进行的啊 那我们这边就很早了 怪不得错过了啊 中国队呢第一棒是由这个曲春雨 在第四道烈士的情况下 抢在了首位啊 虽然中间被超越 但曲春雨和范可欣连续实现了反超 让这个中国呢重回了这个首位 而在比赛赛程过半之后呢 匈牙利队和加拿大队都出现了失误摔倒 哈哈这又意外了啊 又摔倒了 中国队的领先优势啊 就得以扩大 尤其是放个新接棒之后呢 超越了排在第二位的意大利队啊 达到了半圈之多啊 虽然在最后意大利第四棒呢 有迎头赶上之势呢 但五大镜还是守住了第一的位置 最后呢中国队以2分37.34秒的这个成绩呢 以0.16秒的优势获胜 哇这个胜的 太惊险了 太惊险了 所以说这个这场比赛 哎呀很遗憾错过了啊 这个很精彩 应该是很精彩的一场比赛 还能扣人心悬的啊 最终呢 这个这个中国是第一哈 意大利和匈牙利分别是 以2分37.39秒和2分40.92秒的成绩 获得银牌和铜牌啊 行了就是跟大家播报一个新闻 然后是这个中国队呢 在这场比赛呢 这应该是第一场的这个短刀速滑的比赛吧 啊 获得了这个中国队的手金啊 恭喜这个 这帮这个中国小伙子吧 啊 好了就说到这吧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对了 那个我已经在我前一个视频呢 把这个 看这个 这个冬奥会的这个直播的这个 呃 视频地址啊 链接啊 包括啊 我们这些在海外的朋友们想看这个比赛的这个直播啊 都都贴在这个视频的下方了啊 然后这个你们如果想看的话 可以到我前一个视频去看啊 而且包括我这个整个冬奥会的赛程表 我也贴在我的这个评论区了 你们点开就看就行 就可以了 好了 啊 好了 就就说到这吧 啊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语摩奖新闻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